大家好,本期视频我们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1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842.1 收盘价是891.45 盘中它的最高价是到达了894.96 最低价是在837.3 那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57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3177.10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12倍量增 KD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 双线是继续上行 那这样的信息啊 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 MACD 开口增大 双线也是上行 那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滤柱 那这些信息也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多头的趋势 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7月29日生成的这个K线叫做实体长率K线 那它的特征啊 那它的特征啊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4.5%以上 没有上下影线 即使有呢 也是很短 那它的位置呢 是在一个上涨的行进中 那在上涨的行进中 出现带有大的成交量的长率K线 通常这是继续上涨的标志 那我们再来看K线组合方面 我们会看到在连续三个交易日的K线 形成了一星二阳的上涨架构的一个K线组合 那一星二阳呢 是第一个K线和最后一个K线啊 都是长率K线 那中间的K线呢 是一个小实体K线 那这样的K线组合啊 我们把它称作叫一星二阳 那出现这样的架构啊 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攻 或者啊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 那后续股价如果出现回档 只要不跌破一星二阳 最后这个长率K线的最低 也就是在837 那只要不跌回档不跌破这个最低 那这样的一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动能啊 就会持续 也就是说回档不破837 会股价会掉头继续向上 好 这是K线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的预测 前一期视频我们预测在7月29日会出现上涨 收盘收在870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 收盘收在832 那在实际上在7月29日收盘是收在了891.45 那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 那我们会看到它突破了我们画的这个水平线 849也就是前高 嗯 那并且呢建立了这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架构 所以啊 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 好 我们先调整一下辅助线 那我们去除这四条水平线 两个黄颜色的线呢 是之前我们定义股价的一个向上突破的压力和向下突破的支撑 把它去除 那这两条水平线呢 是我们定义的标志 也就是说股价不跌破第一条水平线会继续向上 下方这个水平线 跌破这个水平线呢 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 好 我们把它也删除 好 那这样一来我们来看 对于8月1日股价如果上行 那它的目标是突破945这个水平线 然后呢 是1000这个水平线 那我们在之前的视频说过 说这一波的上涨啊 它的目标就是要突破945 这是这一波上涨的目标 那我们说后续啊 如果在下一周股价能够占上945 那么股价如果说没有回调继续上行 那下一波上涨的目标呢 我们认为是上方的这个 一号趋势线 也就是说站上945 后续如果继续上涨 目标就是要突破一号趋势线 一号趋势线我们回顾一下 是2021年11月4日历史的新高 和2022年1月4日的出现的第二个高点 两个头头低的下行趋势线 也就是站上945之后 下一波上涨的目标 就是要突破这个一号趋势线 好 这是上涨 当然我们会看到啊 对于8月1日来讲 如果说站上945 我们会看到上方还有一个小的压力 就是这个200日均线值 好 这是股价的上行 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回答 说股价的回答 那我们要关注一个点 就是这个7月29日上涨绿K的最低 我们画一条水平线 837 然后我们变一下颜色 它是作为一个观察线 当然也是一个强压力 强支撑 那837我们说的 这是一星二阳 最后一个上涨率K的最低 那也就是股价回挡 如果不跌破这条线呢 会这个一星二阳的上涨的动能就会持续 那股价呢就会掉头向上继续上涨 那我们说在股价如果后续出现了回答呢 在到达837之前呢 对于8月1日来说 那么上方还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5日均线值呢 我们测算在8月1日是849到862之间 对 也就是这个区域它也是一个强支撑 好 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回答 那如果说股价后续啊 跌破了837 我们再讨论股价的下行 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上方说继续突破 上方的目标继续突破945 会建立新一波上涨的目标 就是突破上方的趋势线 然后下方是跌破这个837的水平线 才会出现深度的回调 或者说是下行 那否则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在837到945之间进行横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8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压力位首先到来的就是前高894 然后是当日K线和200日均线值的焦点 我们测算是在910附近 然后接下来的压力就是945 然后是上方的1000这个水平线 那么再来看支撑 那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是在849到862这个区间 然后呢 是我们会看到是前低 也就是这837这个水平线 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125日均线值啊 也在这个水平线的附近 是在835 对 也就是第二个支撑呢 是一个小的支撑区 也是一个小的支撑区间 然后接下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815到822之间 是在这个区域 然后再向下呢 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 是在765到768这个区域 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呢 将在后续交易日会占到这个缺口的上方 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啊 还是非常强的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8月1日股价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 就是会继续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 那如果继续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呢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呢 股价最低会回踩到910 也就是我们认为 也就是说啊 我们认为 跳空高开会占上这个 200日均线值 然后呢 盘中最低会回踩到 200日均线值 最低会在910 然后呢 最高会到达980 在这个位置 收盘会收在976附近 嗯 也就是生成一个长绿K线 然后呢 在下方留有一个缺口 好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我们叫做 嗯 横盘上涨 那如果出现一个横盘的上涨呢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85 在这个位置 然后最高会到达925 会出现新高 然后收盘会收回在905附近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1日走势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